我們政委跟大家say hello 問個後一下 嗨 hello 大家好 請問聽得到嗎 聽得到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我已經看到已經有很多人在我們線上已經提問了 第一這一題說您真的是唐碰嗎 好 那我們待會在我們預計將會在十分鐘之後 來正式進入到我們的問題 好的 再一次跟所有的好朋友們趕快進入我們的會議 事當中就可以準備將您的問題在這個階段來進行提問了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拿起你的手機來掃描QR Code 進入到我們系統當中的朋友們 也趕快加緊你的腳步了 那另外我們也非常歡迎我們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一同來參與我們接下來的問答時間 那同學如果說你現在在系統上面看到已經有人問出 你也想要問的問題的話 記得在上面點個讚 那到時候我們唐鳳正偉就會看到這問題 將會最優先的方式來回答囉 而且這些題目我們因為在現場螢幕當中都可以看得到 對 真的提問的方向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多元 對 原本以為說大概就簡單 結果其實大家的問題都還蠻豐富的 怎麼連時事的問題通通都有 對 表示說大家非常非常的關心 有有有 Zyron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之後 再跟鄭偉來報告 我們會有一個正式開始的時間 好 沒問題 那在這段這個電檔的時間 我就請我的DeepFake上場囉 這是一群朋友在沒有問過我的情況下 為了要DemoDeepFake的這個展示影片 那我沒有放聲音就稍微放一下 然後放完我們就回到問答 對 我們在旁邊的時間發表 好 我們在旁邊的時間發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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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教育了 所以并不是说只有在学校里面 才能够学到假讯息的 危害防治的工作 那我自己 通常都是透过 一个叫做真的假的 就是G0V的临时政府的 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它的特色 就是如果你找真的假的 或者Cofax的话 就是非常容易使用 在那个网站上面 我妈这个她在群组看到什么 或者是她听到人家讲什么 就打几个关键字到那个网站上 立刻就可以看到 最新的讯息的澄清之外 而且你也可以看看 目前流行程度最高的 这个R值最高 一传是四传百 R值就是十 的这些讯息到底有哪些 那来决定说 要不要投入自己的精神 去帮忙去找一些资料 帮忙去查证等等 也就是说在以前 新闻工作 当然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只有能够印刷报纸 或者是有广播电台 或者是有电视台天线 等等的这些人 才能够担任所有的守门员 但是在现在 因为大家都 四九九吃到饱的 无限速的网络嘛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任何人都可以来担任 查证的新闻工作的一环 对我来讲 新闻工作 至于假讯息危害防治 就好像公共卫生的专业 至于我们的流行病的防治 那公共卫生的专业 当然是有很专业的人士 但是也是每一个人自己 这个不管戴口罩 亲戚手 打疫苗 或者是去分享 关于最新的病毒的知识 这个疫苗的知识 防疫的知识等等 这个也是相同重要的 每个人这样子多做一些 就也变成我们防疫国家队的一环 那事实上 台湾的防疫成功 就是靠着每个人都很警醒 都愿意去了解它的原理 都愿意在自己的密切接触者的附近 这个告诉这些密切接触者 说要怎么样子防疫等等 那我们才有今天不错的成绩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作为自学生 我想时间的安排是更加弹性的 我是非常推荐去加入说 包含COVAX在内 或者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这些事实查核的朋友们 他们都会有在线上 让大家一起参与查核 甚至在总统大选的辩论会上面 之类的时候 也有一个开放给所有人来看看 这些候选人讲的话 到底跟事实有什么不同 等等的机会 那越加参与 就会越了解新闻工作的重要性 越了解新闻工作 就越不会被假讯息所蒙骗 那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 他们正为你好 想请问您对于最近王力宏 跟这个雷声之嘴 昏变的看法 那民众们在网络上面 关注的焦点跟意见评论 还有媒体的大肆报道 有没有怎么样子的看法 那以及想要听听看我的感受 我的分析 那谢谢 这是也是很好的问题 我是觉得就是 李静雷跟王力宏的 这一次的讨论 当然是让大家非常的关注 但是我也观察到蛮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比较是就事论事 就是对于他们发表的一些言论 对于里面所引用的 不管是法律上面的 经济上面的 道德上面的 等等的这些论据 那大家都会去fact check 就是去看说 他所讲的 是不是合于这个客观的事实 那这个事实上是 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跳过fact checking 跳过事实查核的部分 那直接跳到说 我感受上对人不对事 我挺谁 不挺谁 等等 那一下就跳到这个 决定的层级 就是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就很难在这个过程里面 除了大家当然 看戏很热闹之外 很难真的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有很多朋友 去做了fact checking的工作 那再加上就是 当事人本身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就是这几天了 是一直在朝向着 就是比较能够收敛的 并不是全好全坏 而是说到底有哪些具体的 可以讨论 可以供大家 可受公平的这些事情等等 那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确实是归结到一个 真的大家对于基础的事实的认定 对我刚刚讲到的那些领域的知识 真的有所收敛 而且有所获得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讨论的品质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希望要回到这个问题 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 在唐凤坛数位公民这本书里面 用《道德经》来当作指引跟诠释 很让人惊艳 谢谢 那这位Molly问说 很高兴有人可以把经典 跟现代的科技结合起来 所以希望我说再就这个《道德经》 跟数位世代媒体素养的连结 再多讲一些 那特别是希望这个 借我的影响力 来这个让大家来认识 或者是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就是当这位朋友 这个提到《道德经》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就是想法 可能不是某个特定的章句 但是我自己是有想到 这个特定的章句 那我想到的是 有一张第11张嘛 他说这个三十幅 就是我直接翻译好了 就是说一个轮子 那它有很多的轮幅 但是事实上这个轮子能够转动 是靠它中间的空缺的地方 那这个陶土 当然如果这个一整块 也就没有办法盛装任何东西 是当其物有气质用 就是它中间有空的地方 才能够去放得下 那所以同样的 如果是就是一堵 这个很厚的墙 谁也不能够对它做什么 但是如果你把它里面开了窗户 开了一些房间 让大家可以住 那你就有这个住的方法 而且特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 所以他就这张的结论是说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就是说 当然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作用 但是其实呢 可能是一个不设定特定作用的空间 那这个呢 才是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的地方 那我自己对它的诠释就是说 我们在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在心里可能就是要留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我们如果自己看到了 好像手机荧幕很小 那上面的这个这个有之以为利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讯息 那通常都是让人不舒服 或者是义愤天鹰 觉得就是不正义 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等等 那当然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出于愤怒的动机 是非常容易病毒式的传播 那但是因为传播的时候 大家都加油添醋 就很容易带来仇恨言论 复仇啊歧视啊等等 那看多了 大家就陷入一个 好像麻木不仁 无意识的分享这种讯息的情况 那这样后面的这些病毒的这个mutational 它的突变 那就越来越让人不舒服 让人不安 而且可能就开始封锁彼此 这个不加好友等等的这个状况 那都是因为它充满着这个压缩 我们心理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状态 那所以我想也是提醒大家说 就不管什么方式 就是当你觉得你的情绪正在被 这个部分牵动的时候 在心里就好像挖桃土一样 就挖出一个空间来 有些人是靠这个什么深呼吸嘛 腹式呼吸 对不对 所有的逆呼吸 那或者是说有些人是在心里会莫属 莫属到挤 然后再进行行动 那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了 当然 那但是呢 重点就是说 这会要变成一个反射的动作 就是当你觉得你的情绪即将攫取你 你即将成为一个无症状代言者的时候 这个讯息的流行病传播的时候 那这个刚刚提到这些 稍微让自己安顿下来 心里有个空间的方法 就有一点像是你戴了口罩 病毒这个沾染到口罩的外层 那你只要把它戴好 那这个你的呼吸道就可以被保护住 就不受感染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修养了 那当然道德经这个 或者是任何的宗教经典里面 都有非常多增进这个修养的方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练习的方法 但重点只是说 不管你戴什么颜色的口罩 就是口罩要戴好就对了 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正位好 我是一名大学生 我所认识的长辈们 很喜欢在LINE 传一些奇怪的讯息给我 那有些当然根本都是假的 但是直接跟他们说 不要相信也不听 因为他们完全是深信不疑 那怎么样子才能够让长辈知道 说这个是有问题的讯息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跟长辈的互动的频率 只要等于或高过 长辈跟那些群组互动的频率 那自然就是每个人 都会相信自己比较密切接触的人 那确实是这样子 那像我阿嬷快90岁了 那她也有很多的 这方面的LINE的使用的经验 那也是有很多她的朋友 我记得在2018年 这个我们假讯息危害 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 那她有很多朋友传给她 关于当时的一些公投 因为她是天主教徒嘛 天主教的朋友们 对于那个公投的很多的想法等等 那但是呢 因为我跟她都一直保持着 就是每个礼拜 我要嘛一定会回去淡水看她 要嘛是至少会视讯 那所以呢 这个不管视讯 还是去淡水看她的那个频宽 因为是及时的 有完整的表情的互动 那就大果这个在LINE上面 只是纯粹文字 或者几张图片 讯息的这种互动 那所以最后这个 她跟我这样反复讨论之后 那我不是叫她不要相信那些 而是从我自己的角度 看这件事情 那去跟她解释这个状况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不是说要她疏远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也没有要她疏远我 而是她听了两边的这个想法 而且我也很完整的 说明了我的想法之后 那她做出自己的决定嘛 那后来据说她是决定 就不去领那写控投票了 她就在那些题目上面弃全 对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如果去让这个长辈知道说 每一件事情都有各种不同的角度 这些角度各自有各自的道理 但是呢 到最后可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好比较说在2018的时候 这个重视长久的关系 重视结婚这件事情 就是两边共同的价值嘛 那当然这个双方对于这个什么 姻亲关系什么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最后可以就是有什么 结婚不结姻的这样子一种方式 在这样的方式凝聚出来之后 整个社会经过这个震荡辩论 就凝聚到共同的价值去 而且大家对于事实性的东西 又多了一层了解 事实上当同婚 但是没有同姻 通过之后 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就增加了 那两边这个就有各种不同的新的创造 而且也可以对彼此 就是更加就事论师的来讨论 所以我一直都相信说 不是叫他不去相信这件事情 而是告诉他你所相信的事情 那而且就是用平宽等于 或高于对方的方法来告诉他 我觉得这个才是治本的方法了 那当然就是如果 就是长辈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推荐 好比像说趋势科技 有一个防诈达人 那你可以建议这个长辈 把他安装在他的line上面 变成line的好友 那因为防诈达人 其实最主要 他不是澄清假讯息而已 他是让长辈不要被电话诈骗 不要被这个 就是什么投资的方式 还是什么 这个来路不明的各种货物 什么东西诈骗 他主要是防止诈骗用的 那但是当假讯息里面 他是恶意的虚假 而且造成危害 跟诈骗也就有重叠的地方了 所以当长辈装了防诈达人之后 如果他去收到一些假讯息 他真的可能会促成长辈 去做一些动作 对他的健康 或他的财务 真的有所危害的话 那防诈达人也会及时的 去提醒他说 他收到这个讯息 是有危害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也是让长辈 可以拿防诈达人的图卡 然后再分享回去 所以等于是说 帮长辈接种疫苗 然后而且也让长辈 变成也能够劝别人 能够培养抗体 的这样子一个主动的角色 我想长辈并不会 故意想要骗别人 但是你要给他足够的 好像抗体这样子的一些材料 让长辈能够也进行 这个假讯息 澄清的这个活动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你是不是真的是唐凤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别人假冒的 那现在deepfake这么厉害 我要怎么辨别 那刚刚在开始前 我有稍微放了一下 就是我接到一些朋友们的 就是完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 拿我在网络上的脸当素材 然后就可以很容易地 合成我的脸 那当然这个我自己看起来 是觉得不像 但是那是因为我对自己 长怎么样子 还算蛮熟悉了 那我的亲朋好友 看起来也觉得不像 但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我 但是如果就是大家 只是偶尔地看到我 或者一个你不熟悉的人的话 确实可以乱争 就是现在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 用网络上随手可得的这些图片 他们只训练了两天 那其实就已经向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大概 尤其是在解析度不太高的情况下 很难就是靠影像本身 就去辨别说 这是不是deepfake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要像我们 现在面对Photoshop一样 就是如果你只有一张照片的话 那大家都会说 这P图了 P出来的了 就是你要先假设手上的照片 其实都可能是P图出来的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 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素养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 而且上面有不乏这种P图的软体 这个可以稍微拿个笔圈一下 就把某个地方的东西消掉 那或者是说 用另外一张照片当滤镜 就可以变成好像后一张 跟前一张在同样的地方拍等等 那这些甚至这个换脸的这个软体 这个在大家手机上面 可能都已经试过了 都已经有过经验了 那这样子的话 既然自己知道有多么容易 就不会轻易的被骗 这两个是互相在 就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 几乎不可能假造 看到假造的时候 当然就受骗了 但如果大家觉得说 我自己开一个电脑 用个手机 就可以很容易的P图 那这样的话 你看到P图出来的 就觉得这个我也会了 这样子的情况 那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 就是对于这个人脸的影响 大家因为这个部分的技术 已经是开源的 就是很难去控制它的传播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在本机去跑了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去试假的这个部分呢 就要去放在 不是这个内容本身 而是这个人 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像我现在 为什么现在是我在说话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是信任的第一嘛 就是你相信台上的主持人 台上的主持人能够辨别说 他这个邀的人是不是唐凤 因为这个主持人有一个 只有我可以存取的 WebEx的这样子一个连接 他传送到我在行政院的信箱 我打开的时候 这个WebEx的连接呢 他还要重新让我确认一次 我行政院的信箱 所以除非整个行政院的信箱系统 被入侵 那这样问题就绝对不是 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那不然的话 这个at ey.gov.tw 这个能够收得到信 能够点得到连接 能够送出确认信的 这个动作就取代了 我们刚刚讲到 完全只看影片 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唐凤 那所以说当这个确认的 这个我们的主持人的 这个团队 已经知道说我有完成 这样子一个认证的工作的话 那他们在介绍的时候 就会说 这是新政院政委员唐凤等等 那再加上这一场是有直播的 那在场应该也有媒体记者 所以呢 如果这个实际上我被defake了 我自己很快就会知道 所以我也可以冒出来说 这个是defake 所以就是事前的身份的检合 那甚至是透过像 就是公正服务 像行政院的email信箱 就是一种notary 一种公正服务 认证服务 那以及事后 就是及时发现 跟及时的回应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 就是要往这两边移动了 在中间内容的这一部分 就是事中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现在就是 大家就好像手机 有P图软体一样 就可以了解说 这个已经可以轻易的做出来 反而比较不会被骗了 希望有回到这个问题 那有示威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政委 要怎么样子确定 媒体素养教育是有效的 平台业者要怎么样子协助 做这一块 实在是看不出来 那而且尤其是Google搜寻 常常第一名出现的网站 就是内容农场 那这一部分 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改进 这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媒体素养教育 它的重点是对我来讲 不是只是媒体试读 就是你可以去看得懂 搜寻已经怎么排名的 或者看得懂新闻工作者 怎么做新闻的 或者是看得懂YouTuber 怎么这个在他的节目里面 去跟大家互动 不是只是这样子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competence就是素养 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制作 就是我们说的maker 跟remix的这个部分 你自己怎么样子制作媒体 以及你怎么样运用现有的素材 来呈现像我刚刚讲到的 你自己相信的事情 你自己看到的事情 而且愿意就是论事的 如果之后发现 事情不完全是这样 那你要平衡报道 要再去做调查等等 那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要重做中学 如果你觉得说 那这个平台业者在上面 你看到的都是不太OK的东西 那可能你就可以去看说 如果你还愿意使用这个平台的话 那怎么样子去加入 他的事实查核的伙伴 或者是说去加入 在像我知道某些地方的YouTube上面 有一些就是专门去看YouTube上面 有哪些影片 他是可能有恶假害的状态的 那直接在底下 这个你稍微flag一下 他就会冒出一个像维基百科 或者是其他比较有公信力的网站 那在底下就是打一行字 说其实地球不是平的啊 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像这些可能都不是言论 完全下架这样子 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变成 把别人下架的这个角色 而是补充的一个角色 那刚才提到的就是真的假的 或者台湾市场的中心 Michael Penn等等这些生态圈 其实也是你可以贡献 可以加入的这个生态圈 那这样子的话 加入之后 我觉得就不会有一种非常不对的 好像大的平台 有全部的议题设定权 好像我们自己写的东西 都完全没有人看的这个情况 那慢慢的 你自己也会开始发挥出 你自己的影响而已 那而且如果你看到有些 真的对于公共利益 有所损害的事情 那你发现说 把这个关键字搜寻前方被盖台 完全都没有看到的话 那我会建议说 那你就可以开始真的进入 调查报道的这个工作 我自己这个很喜欢的一本小册子 叫做当人民的记者 它是一本调查报道的手册 告诉大家如果关心 跟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怎么样自己就可以加入 这个调查报道的社群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也很感谢 报道者文化基金会 应该是有把它翻译起来 所以只要找这个当人民的记者 应该就可以免费下载这本书 看了之后 应该就会有种充能的感觉 觉得不是完全被平台所载制的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谭文政委您好 媒体素养是现在很重要的议题 但是数位时代跟疫情时代的崛起 怎么样看待说在线上 受到红色渗透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就好像刚刚 就是在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问我说对于这个最近的这个事件 怎么看 那我不是说很高兴 他随着时间过去 是往就事论事的这个情况 我也很高兴看到说 从我自己接触到这个议题 到现在那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 那这六七年的时间 我还记得六七年前 有一颗主流的说法 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渗透 这回事情 根本就没有这个有意识的 这个跨境下广告影响选举这件事情 是一种好像否认的这个状况 而且是充满着情绪的否认 说这个我们这样子做 这个一定就是要 这个什么恢复这个出版许可制 这个把什么东西都下架 什么之类之类 那但是经过几年 首先就是我们先就是严守了 这个绝对没有要做事前的审查 而且绝对没有说要侵犯 那个法院保留的那个权限的意思 对不对 完全是行政院是补充的角色 而不是去下架的角色 那二方面确实经过2018年的选举 以及之后2020年 那特别是在这两个中间 关于香港的讯息 的这个台湾市场中心有揭露吗 说什么这个所谓的在香港的年轻人 杀个警察可以赚两千万的这种假讯息 他就不是说这个几个这个胡闹的这个朋友在上面乱讲而已 事实上他是有传播力 而且是传播力相当的高 而且他的那个源头真的就是中央政法委长安建的微博 人家微博还挂在那边 他并没有觉得说 好像说他就是完全要地下工作 他事实上是觉得 这是他要推送的讯息的一部分 所以关于这件事情的事实的存在 然后以及他采用的方法 那我觉得我们既没有卑躬舍影 好像全部放大说 好像每个字都可能是渗透 但是也没有像六七年以前那样子觉得说 好像干脆就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持平的方式 在看说最新的这些做法是什么 好比像说刚刚提到deepfake 那就有学者指出说 最近的一个做法是shallowfake 就是他是用一个不断的重播的一个主播 但是那个主播最难deepfake的就是嘴型的部分 用一个很大的麦克风把它遮住了 那所以呢他就是就是完全用文字稿去合成这个语音 那这个主播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但事实上就是完全是一个不断倒带的录影带而已 的录影带而已的情况 那就可以批量的生产嘛 生产非常多 然后再去群组去投放 那在我们这边的研究者指出说 有这种新的做法 好像一个病毒的新的载体的变种嘛 什么希腊字母之类的 出现的时候呢 那这边就马上去研发 那就是当知道有这样子 把他的这个mRNA 这不是mRNA 鸡蛋白段落 把他这个做出来的时候 那所有的这些边境的朋友 平台的朋友等等 那我们就看到说至少YouTube嘛 已经有所侦次 而且全部下架了 那而且这个后面的这些 完全是假账号这一串 他们现在就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做法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当你一听到说 现在有这个鸡蛋白突变的时候 你心里马上只要你有空间 就形成抗体 之后如果再要朋友传一个 就是一个大的麦克风 遮住脸的那种影片的时候 那就可以告诉他说 其实这串粽子 这个已经被查明了 是这样子渗透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只要他继续是一个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可以就事论事 环绕着这些具体的市政 去做公开讨论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心灵的抗体的 这个免疫的状况 我觉得还是让我很乐观的 好 那以上是不是就已经到40分了 我们是不是今天是先到这边吗 是 那唐凤文 其实呢 在刚才的问答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部分 是对你的分享了 是非常非常热烈 那其实在我们的问题当中 其实也非常多问题 那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唐凤真委员呢 再多帮我们加码回答几个问题呢 是吧 这里当尾牙就对 这里当尾牙加码 尾牙加码这样子 OK 好 是 是 我后面是没有事情了 只是说不想这个 这个站到那个 是不是魔术师查尼 还是什么后面的表演者的时间 那不过主持人最大了 所以如果主持人说再继续就再继续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 郑伟你好 现在小孩从小学 甚至更小就用手机或平板 那但是网路资讯真真假假 会怎么样子建议家长 去面对跟因应 这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我两个具体建议了 首先就是说 我觉得家长自己也要使用 要跟小孩一起使用 因为你刚进入一个世界的时候 你旁边那个引路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家长是一种 好像小孩的注意力 被平板抢走了 家长很不舒服 或者是说家长觉得 家长自己要忙 赶快把小孩都丢给平板 这两个都是 或者过犹不及的这个状况 那我觉得最好的情况 真的是说 我们在平板上面 平板比较大 比较适合共用 但是很大的手机也还好 那让小孩知道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域里面 有哪些是不受这个跳出来 30秒才关得掉的那种广告的逻辑 所主宰的 或者也不是说 好像一下子要引发他的愤怒 然后就分享的那样子的逻辑 所主宰的 而是说真的比较能够静下心来 就是论事的这些场域 那所以找到这些场域 参与这些场域 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 但主要都是关于媒体试读的嘛 那就是看小孩的兴趣嘛 如果他对地理有兴趣 那开放街图的社群 他如果对学外语有兴趣 最简单就是 开那个外语的维基百科的社群嘛 或者像duolingo 这个用一种语言去学 另外一种语言等等 那在里面都是有所策展 有curate过 而且这个curate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这个小孩是高度互动的 他自己有很多表达 有参与的这个可能性 那这样的话 小孩的第一印象 对于这个网络世界 就是他是一个公民 是一个citizen 他不是只是一个消费者 不是只是一个consumer 那这个时候 他的自我定位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他如果是一个公民 他如果看到 有缺陋的地方 他自己就可以补上 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个消费者的话 那他就会忍受那些缺陋的部分 甚至会觉得说 看30秒的广告 才有30秒的内容 可以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 他如果形成这样既定的印象的话 之后再扭转了就不容易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是说 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来看 他家长自己可以去想说 那小孩如果对手机 或者平板里面的一些内容 有兴趣的话 能不能够透过这个 去带他找真实的人 就是说我们让网络社群 变成一个你碰到真实的活动 真实的人 那当然如果是国外 现在这个旅行不容易 但是至少是高度互动性的 像今天这样子的一种视讯的 及时的沟通 而不是只是就是 只字片语的这样子的沟通 因为从小孩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要社会化 他是想要认识真正的人 他不是只想看书 或只想看绘本 他想要认识书里面的角色 或者写这本书的人等等 那所以家长 我觉得只要投注 小部分的心理 其实就可以把小孩 带到这些社群里面 不管是读书会啊什么的 那小孩自己掌握了 这种能力之后 他之后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他就可以自己去找作者 一方面就是有更多人帮你来 就是让他能够学习了 那不需要你自己 什么答案都要有了 但是更重要就是说 让大家建立一种 其实网络是连接人和人 而不是孤立人和人 的这种感受 那这种感受的建立 尤其是对于前几个学习阶段 可能七岁到十二岁左右 就是他慢慢往社会化的方向 走的这个小孩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也是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是因为这个 唐宝正伟在我们的按赞数当中 还有一个也是按十二个赞的 也要请正伟来帮我们来回应一下 好的 那有十二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唐宝正伟您好 目前假讯息确实可以溯源 我们溯源的技术变好了 但是这个溯源技术 就是那个疫调追踪的技术 完全一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疫调这个做得比较好了 但是要怎么样子追查 源头是不是有对价关系 例如像公关公司 或者是境外势力 确实就是你疫调 一路掉到最前面了 那你怎么知道 那个前面是故意还是无意的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知道 疫调也没有办法知道 那当然在某些时候 就是当就是人家是很公开的讲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至少有指挥监督关系 有没有付钱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可以证明说最早的那个讯息 事实上是某个地方来的 像我刚刚讲到的 长安建的那个例子嘛 那但是绝大部分的变种 尤其当他是变种 就是本来只是一个乡野传言什么 但他突然间改了几个参数之后 变成一个有杀伤力的变种的时候 那你很难知道到底那个变种的人 他是开玩笑结果人家当真了 他是收了一大笔钱 故意做这个变种 还是真的就是新讯息在传播的时候 不小心就会突变了 那突变的时候 当然也不是任何人这个故意有意为之 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说 重点还是我们在溯源的时候 能够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让及时的确认的讯息 让我们刚刚讲到的 我们在视察和社群里面 去求证的这些讯息 我们去学一下人家的鸡蛋白长怎么样 然后呢在里面这个 把mRNA抽换成无毒的部分 然后呢让我们的澄清的讯息的 传播的速度 竟然要可以比这个 我们刚溢掉出来的 这个知名的变种要来得快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这个立于不败之地 那当然大家可能听过我说 这个所谓的fast fear fund 或者是humor over rumor 等等的这些方法 那确实就是当你的澄清的频宽 远大于讯息传播的频宽的时候 举例来说像举一个例子 就是不管这个你公投是怎么投的 但是我想经济部 就是透过整天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实际把这个大潭藻礁的情况 放到每个人的眼前 那大家可以绕着这个直播的状况 你可以说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工程装钉在哪里 但是你也可以说 那外推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它本身并不是预设说 你一定要去哪里去讨论 但是有个直播不断放在那里 而且你可以就说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直播 以及这个地形图的话 真的很多的谣言就没有传播力了 因为大家有心理的抗体 所以传到有心理的抗体 有看过这个直播画面的朋友之后 那他在这边 大概就比较不会再传出去 那即使就是不小心有传出去 也已经是一个弱化的 CT值比较高的那个版本 那至少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判断力 就是下呼吸到肺部 至少是都有保护到了 所以这跟打疫苗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情况 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即使是我们现在的疫调 这个最上源头的能力 还没有办法完全区分故意 或不是故意 但是大家的心力可能可以去放在说 我们收到了某一个传染力 非常高的时候 除了帮忙疫调之外 除了戴口罩前吸手神呼吸之外 更重要的是说 有没有一种你发挥你的创意 把它稍微变造一下之后 就可以创造这个频宽更高 更容易传播 而且最重要是有趣 让大家愿意就事论事 的这样子一种讯息出来 就有点像是我在最最开始的时候 针对deepfake这个现象 那试着去找一些 这个有做喜剧的 这个能力的朋友们 尽可能把我自己也当做素材 让大家以后看到deepfake 说不定能够会心一笑 想一想说 唐峰把自己捐出来被deepfake 对这个情况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P2了 这样子 那希望这一条路 我们就像罗振伟说的 就一群人走得远 谢谢大家 谢谢唐峰振伟 非常感谢唐峰振伟 那刚刚的问答 相信大家都可以 了解到我们媒体素养教育 都有进一步的了解 再次非常感谢唐峰振伟委员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刚才 郑伟呢也真